大家好 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甄别师 你恐我好,大家好,大家好 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启抗疫,拼经济反网部 好,今次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荷兰的最高贸易官员 就是外贸及发展合作大臣 这位阿姐 叫做斯莱纳马赫尔 她接受媒体访问时就说 荷兰是不会 随便同意 美国对向中国出口晶片制造技术实施的新限制 不过 他们都会和欧盟和亚洲的盟友谈一谈 此时此刻 荷兰的首相 铝特 就是到了美国 是到了美国的 他 亦都说 会和拜登谈一谈 铝特到达华府 会面拜登的两位领导人 预计 就会针对 这个华盛顿去年10月发布的出口 管制措施进行讨论 拜登政府去年10月就制出了新规范 就为了压制中国晶片制造业的发展 亦都是想 减缘中国科技和 军事上的进展 当然 现在 屡特那边就没有任何的最新消息 不过 屡特就说会有进展 不知道什么进展 不过你先说回这位大臣 因为这位 荷兰的 外贸大臣 之前对美国都不是 什么都让他 有时候都做点心惨 这位荷兰的 外贸大臣就说 美国有理由担心 过度依赖亚洲 原因就包括是什么呢 就是80%的先进晶片都在亚洲做 包括台湾地区他们都担心 我最记得 芬兰的美女总理 马林也都说过 我们很多晶片都在台湾做会小心点 不过 台媒很少说这句 因为担心 他们都要小心我们不是 如果他们要小心中国大陆 为什么不会小心你呢 因为 他不会是 过度依赖一个市场 荷兰外贸大臣也说 我们跟美国人谈了很久 但是他们在10月份推出的新规则 是改变了竞争环境 所以 你不可以说 他们已经向我们 施压两年多 但是 现在 他说没有向我们施压两年多 不过 我们一定要签署有关的协议 我很好笑 但是什么时候签呢 就未知 他 他 里特仍是跟拜登说的 是要跟拜登谈 不知道拜登肯放多少 或者是否完全不放 当然他也说 要我们 一字不留地签署所有的协议 是不会的 荷兰是不会随便同意 美国 对中国晶片出口的新限制 当然他说 不随便同意 这句话 亦有很多解读 可以说 谈了之后 可能会同意 当然我们 当然会说回事实 和你说 不会说他一定 不同意拜登 他说 吊诡就是 不会随便同意 如果不随便 又或者美国 给一些好处 又或者美国 给其他压力 给他 他是不是会同意 有这样的机会 其实荷兰亦都会 和日本南韩 台湾地区 德国和法国进行谈判 这位大臣亦都说 德国是荷兰半导体设备的 製造商 这个 艾斯摩尔 的主要供应商 德国 亦都有自己的利益 荷兰亦都是 因为德国和荷兰 这两个国家 对于这些设备 原来都是 又是你中又我中的 德国亦都供应很多 给这个製造商 他也说 所以我们不单止 要和美国谈判 德国也要 法国也要 台湾地区也要 台积电也要买他的东西 他也说 如果我们将 某种技术列入 这个 不可以 轻易出口的清单 其他 国家和地区都会这么做 那里特当然 就会和拜登谈下 这个相关的事 之前亦都说 这个ASML的总裁 Peter Winnick 去年接受访问时 去年年底 就对 美国要求荷兰限制中国半导体出口 提出质疑 当然 他们也要做生意 限制了他们也没人找 他也说 他认为未来不如我们在谈判卓商 搞定他 不过他已经说 之前的 反 应该叫制裁措施 就已经令到他的公司损失很大 因为很多东西都需要卖给中国 在美国的压力之下 自从 2019年起 荷兰政府已经限制 ASML 这家公司向中国出口 他们最先进的 钢刻机 当然钢刻机是 制造 这个 晶片 继续电脑关键的装置 这样 当然这些对于销售 来说 肯定是有下跌 因为 这家公司的百分之十五的销售额来自中国大陆 不敢 美国的晶片设备供欠商 有 百分之二十五甚至 可能超过百分之三十的销售额 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拜登的这些销售额 不单是荷兰有损失 其实美国的企业也有很大损失 记得拜登宣布 这一项 制裁措施之后 那些整整片的企业 股价跌得很大 那些雅子食黄年 没办法 你说的这个词也用得好 SML 亦批评美国的晶片製造商 能够向 中国 出售他们最先进的晶片 但是 这件事我就觉得不是 他这样说 其实不是 但是为什么我们公司 只能出售一些旧的设备 给中国 不过我相信 拜登后 后组都会将一些最先进的东西 都关注 他就说很矛盾 为什么美国人可以赚钱 我们不可以 这件事不向都是这样 对吗 美国是外论 对了 没错 他就说 美国晶片製造商 将中国 视为客户 就没问题 为什么 我们就有问题 他不是说你有问题 只是 给你们买一些旧东西 给中国 他没有说你有问题 当然 我们来看看 他也很精 他就叫荷兰 的 相关 部门 赴云 欧盟委员会 起草一个声明 就说明 究竟我们是怎样的 其实他就说 你们不行 做不到的话 我就拖了你整个欧盟下水 就说 究竟怎样限制向中国出口 电脑晶片技术 我们欧盟需要一个更加统一 和有力的行动 雷特当然 他现在究竟跟拜登说什么 无人知 看回 这个 艾斯摩尔 ASML 其实他们 当然 总部在荷兰 2021年 对中国客户的销售额 刚才说的占百分之十五 很厉害的百分之十五 已经是二十亿欧元 荷兰政府如果完全采取美国出口的新规定 这个 ASML 一定会受到 大的影响 雷特就说 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西方国家 绝对不可以丧失先进的半导体技术的 领导地位 先进晶片 也不能够 被一些敌对国家用在军事用途 但是 他也说 比较单纯的技术 全球供应链 不应该受到出口限制的干预 他也说 这个不单止影响各国家 我们 不只是跟美国谈 我们还有 很多商业伙伴 其实很多商业伙伴应该是指中国 当然 荷兰 科技产业组织 FEM的主席 亨特拉雅 他也说 地缘政治紧张的时候 国家和欧盟的 战力自主变得十分重要 如果 欧盟 采取更统一并且有力的行动 荷兰就会受益 包括比利时总理在内的一些欧洲的政治人物 比利时和荷兰也是你中有我中的 其实这几个国家 荷兰比利时 还有德国 因为两几个国家 都会继续在一起 其实 大家都是你中有我中有你 所以大家的利益 比较是 叫做 糊溶 他不触碰 其他国 比德国不触碰 荷兰和比利时 可能也不太触碰 所以比利时总理 亦都是质疑 你们是不是应该 令荷兰 独自地和美国协商晶片政策 因为比利时和德国一样 都是 供很多东西给荷兰 荷兰亦供很多东西给这两个国家 女特亦都说 大家不要猜 我们 是没有受到任何 来自 这个好笑 我们没有受到来自 华盛顿的压力 有些是 你不说可能好 你不说可能好 你说了我们没有受到压力 这样 很多解读 根据荷兰中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去年 荷兰的破产的个案 是再创新低的 但是 虽然是这样 不过 荷兰 面临的问题 都是差不多 就是不够人做工 不够人做工 还有 荷兰 还有一个就是 房价也下跌了6.4% 尤其是在阿姆斯特丹 想不到阿姆斯特丹的跌幅是最低的 主要原因是什么 就是之前升得太快 导致现在下跌更加快 因为之前欧盟的利率是 负数 当然 荷兰有很多年轻人 全世界都差不多 很多年轻人买楼都是挺难的 这个地区的现在价格 我知道阿姆斯特丹 其实有所放缓的 现在的价格 是否更加符合现实 可能也是 可能也是 那么 究竟荷兰会不会听拜登说呢 我相信最后你都会听 始终他也是 难听点说 做大佬的 难道你可以 你最多是扭一下 你最多就是扭一下 之后究竟你可不可以 是 可以完完全全抵抗拜登呢 我相信没什么能力 因为始终是个小角 始终是个小角 另外 荷兰也有个红心壮志 原来 他们亦都想成为 电磁技术的 领导国家 而且 目标都很宏大 八年之内 他们的目标 八年之内 开发出电池 而且这些电池 安全性更加强 而且能量的密度更加高 寿命更加好 更加长 这个就是荷兰想研究的下一代电池 不过 原来 他们说研发过程当中 都很希望 是有其他 其他国家可以投资 包括中国 这就不行 到时又会说你欧奸 是吗 哪有那么容易 说真的 现在欧盟 我们经常说 政治正确可耻 但是 虽然是如此可耻 但是他一定要这样做 否则 这件事 在西方已经成了小 没错 无论你做的事是对的 就好像我们 那一节 很神的多合一 说这个澳网 就 赞了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国旗 老实说 他的理由都挺牵强的 因为有人 就揮舞 俄罗斯国旗去支持 俄罗斯的网球选手 我真的觉得 这些政治正确 真是挺可耻的 他真是支持过 网球选手而已 他没有说支持 普京大帝 他们会扭到 那个俄罗斯网球手 是代表俄罗斯的 俄罗斯就等于 入侵乌克兰的 罪人 但是 那些网球手 全部都没有表态的 在政治正确之下 连表态都是有罪的 你想他怎么表态 他还要回去生活 离开了可能行 你想他怎么表态 你想去叭叉 普京大帝 他还需要回去 那你只是推别人去 这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